连日来,长江汉口站水位持续上涨,7月8日13时,长江汉口站水位达到27.71米,超警戒水位0.41米。 记者7月8日上午在汉口江滩看到,江水已经没过二级清水平台,江边树木只见树关,不见树干。 工作人员在江边已拉起了警戒线,提醒过往市民和游客不要下水游泳。 受长江水位和天气影响,武汉轮渡公司全线停航。 家住武汉吴家山的陈女士当天专程搭车来汉口江滩查看水情。 陈女士告诉记者,这几日江水上涨速度很快,前几日还看得见江边的雕塑,如今雕塑已经被江水淹没。 前几天的话,这个标记的话,就是那个人还看得到,一家三口还看得到,现在一家三口全部都淹没了,就是一个圈了。 目前江滩沿线闸口已经封闭,防汛一线人员严正以待,并且对闸口进行了加高加固,目前还按照防汛预案的要求,每公里安排了不少于八个人进行职守。 觉得应该还好,因为我坐公交过来的时候,那些沿路都有人职守,对,也都有人观测,感觉还是挺放心的。 据悉,自6月8日入美以来,截至7月8日8时,武汉国家气象观测站累计总降雨量达757.8毫米,居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位,第一位是2016年878.6毫米。 武汉市水务局副局长,市防汛抗汉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建军表示,受长江高水位顶托和区间降雨及来水影响,武汉市连江支流水位仍将上涨。 下一步,市区两级防办将继续按照二级响应一级战备的要求,做好防汛排绕相关工作。